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近几年电商风起运涌,每逢双十一购物节疯狂优惠满天飞,许多消费者趁机大肆采买,中国一间物流公司货物多道爆仓,十一日当天野家紧急送,有辆货车却突然在高速公路上失火,因火失猛烈,警察和消防人员封闭道路后才顺利扑灭火事, 但车上4500件本来要火速送到的货物已经复制一具,综合周媒报道,本月11日中午12点45分,货困高速驱轴断往杭州方向一辆快递运输车后方突然起火,车上装有包括大件物品如床、桌子、门板之类的家具有4500件左右的包裹,因货物多半属于易燃材质, 没多久整辆货车就熊熊烈焰吞噬,当时高速交警赶赴现场封闭道路,先驻驾驶员将牵引车与挂车分离,带消防队到现场才顺利控制火事,除了货物全被烧光之外,索性没有任何人员伤亡, 其火原因带消防进一步调查认定。